本章分享的是微信行销的案例分享四 讲的是开心 就是跟开心有关的议题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 就是卖保险到的 他基本上来讲 他推出所谓的即时客服 那即时客服推出之前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所谓的生因女优精选 那也就透过甄选生因女优 然后去找出那个最迷人的生因女优 然后他去做所谓的息时客服 这是第一个 微信行销案例的分享 第二个我们今天讲便利商店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来讲 你买东西是不是打几折 现在也用手机拉霸机在打折 那显示五折 然后再加一个小礼物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自动猜猜看拿奖品的过程 那微信行销的时候 他里面有很多个关卡 那你可以猜猜看 那既然可以猜猜看 当然就可以玩游戏 玩游戏过关就可以拿奖品 甚至我们讲到更进阶的部分的时候 扫描条码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其实目的是要收集你的微信的那个手机账号 然后再扫描条码就可以自动对讲 像你一些发票的部分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些功能 所以微信行销的应用 在未来会起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曾经有个听众 写信来问我 他就说你这些行销案例从哪里来 那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看微信行销的案例 我只要能够针对微信行销的案例的话 就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直接案例从哪里来的呢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